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看到此时先生的脸容十分瘦弱 这是由于先生事后将他的假牙给取了出来 所以脸颊是凹陷进去了 遗体周围布满了鲜花 从镜头中看去 先生犹如是安然入睡 神采如生 尽管鲁迅生前曾提出丧事简易 但其影响力实在惊人 大家还是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前来吊咽的人络绎不绝 有工人 店员 学生 教师 也有文艺界圈内人士 根据相关记载 自发前来瞻仰鲁迅 怡荣者静达数万人 人们的悲伤弥漫在空气中 而现在的画面中 是当时收到的悼念鲁迅的信件 他们都是从五湖四海进来 10月22日 鲁迅先生出遍 巴金 张天忆 萧军等人扶灵就出礼堂 一致救车内 宋庆龄 蔡元培等人则是紧随其后 随后装载着鲁迅灵鹫的小汽车 慢慢驶向万国公墓 所到之处 无数的市民助力街头 悄然莫碍 并且其后浩浩荡荡的群众 跟随着队伍前行 这一幕引起了当局的警惕 租界与国民党都派出了 大量的军警进行监视 即使如此 也无法浇灭群众们的热情 易勇军进行曲 与晚歌被众人高声歌唱着 场面肃末壮烈 抵达万国公墓后 棺墓上覆盖民族魂白色锦旗 三个字由沈君如亲笔提携 三字莫憨淋漓 一气呵成 这是由于众人考虑到先生得不到国葬 但可举行一个民族的葬意 整个墓园营绕着悲壮气氛 最后将黄土撒向灵鹫 先生就此长眠于此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 您的血汗